蔡總統今天發文跟記者朋友說辛苦了 但是我們要看到他說呢 感謝每一位在專業上努力付出的記者 那我也請大家是不是也來幫我們 支持我們中天幫我們加一 我們大家呢也是堅守在我們的崗位上 但是我們被關台 我們可以看到羅志強說 中天關台之後的九一記者節 他要來向不屈服二職的環境的記者致敬 他說蔡英文專程探望海董 這是前幾天的消息大家專機 媒體超脫綠化打到黨話 成為粉絲獨裁跟黑箱機器 他說我好大你要怕 這跟蔡總統先前說過的話 是不是非常矛盾自打臉 再來看到呢是趙少康扛起了攝影機 他說體驗記者的辛苦 並且他說只要對政府歌功頌德 就能夠有補助 他說呢質疑批評就要被關台 國民黨民主了 但是民進黨呢獨裁了 好接下來再來看到 所謂為什麼大家都說 是不是只能夠有一種聲音啊 48台到58台 現在你打開一看 有7成都是比較偏綠 好那在去年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位就是NC主委陳耀祥 強關了中天之後 有沒有大家記得嗎 他是怎麼說的 好服務職華視近52台 也就成功了 那接下來呢 要來護航進電視嗎 就在審查之前 還關切了這個委員 結果曝光了委員名單跟意見 所以呢在這個出審的部分 目前是沒有一個結果 寒冰哥你應該最有感了吧 剛剛有聽到卓貝恩縣長說 他當了主席之後會繼續努力這件事情 恐怕沒有這麼簡單 你要先當到執政黨主席 才有機會做這件事 當再黨主席 恐怕沒有什麼太大的機會 那我必須講 台灣這幾年整個新聞環境的惡化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因為已經完全變成一個議員堂 只要不符合執政黨的意 不是用色違法辦 你就是找NCC來找你麻煩 要不然就用各種方式 你用我現在去友台喔 他已經NCC就沒事 表面上是有人檢舉 他就來涵來轉談給你 表面上是這樣 可是實際上我們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就是禁止你講這個禁止你講那個 所以後來友台就列了一大堆 不准講的句子給我們 有監控就對了 也不是監控就是 因為電視台看到你們中天的歷史 人家也不想惹麻煩嘛 不要到時候不如你們的後程 所以呢也只好這樣 希望我們大家能夠配合 所以我現在在那邊 要每天繳盡腦子想新的 罵人的方式 因為有些你不能講 對 就是禁句越來越多 我就想到那個悠悠白書裡頭 有一個房間 裡頭當你很多那個音不能發的時候 到最後你就被困住了 就在那個地方 我不知道有沒有一天會變成這樣子 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一個社會 越來越多的字不能講 我們的社會不是越來越多元化 越來越開放 越來越民主嘛 結果現在 從民進黨執政之後 我們開始一個大倒車 可是他自己在做什麼 他自己開始 第二類的特權一大堆 民進黨的人要有什麼特權 就是什麼特權 蔡英文連坐個飛機 連錢都不想付 就是這樣 我覺得他還家財萬貫 我們這三任總統 也覺得他最有錢 其實應該理論上來講 連李登輝包括在內 蔡英文應該都比他有錢 最有錢那個不想付錢 這到底是怎麼樣 而且還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我就是這樣幹 你們理事要怎麼樣 我就是在訪私人行程又怎麼樣 可是我明明知道 一般的公務員如果這樣做了 動輒不是丟官 要不然就是被判刑 要不然就被罰款 都是這樣子啊 那為什麼蔡英文不用 那同樣的民進黨 倒行逆私怎麼樣亂搞 現在老實講在剛剛我覺得 陳時中還有吳秀梅 還有李秉穎 你們這些人其實全部都應該 將來都應該要受到司法診斷 因為你們護航高端 護航到這麼離譜 可是現在看起來好像 一副都沒事的樣子 所以台灣整個社會已經扭曲了 那中天今天落到這個地步 雖然還在網路上繼續奮鬥 那也有很多觀眾朋友 大家在那邊支持 可是我必須講 人是會疲乏的 當如果我們的下一代年輕人 慢慢慢慢覺得 啊這社會就是這樣啊 台灣就是這個樣子啊 那甚至很多年輕人 因為中天被關台的關係 他已經不知道台灣有這個聲音了 他看也看不到 新世代 對 因為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 發生這些事情 然後平常也沒有在關注這些東西的時候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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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被洗腦 像剛剛我們在討論的題目 就說什麼藍營的四個縣四字 那個讓官員打第二輪最多的 很多人我相信是相信的 他們會覺得 因為直接灌輸給他持續 他也不會去思考 因為他看到的就是這樣 綠營的電視也這樣講 報紙也這樣講 這就是真的 你看國民黨 國民黨是依取垃圾 國民黨是廢物 國民黨做誰還做誰 網路上也很多聲音 對 可是實際上整個東西是倒過來的 所以我必須說 光是只有中天在網路上奮鬥是不夠的 還要大家都要奮鬥 那我也希望在野黨也要加強自己的力度 不管是國民黨也好 民眾黨也好 時代力量也好 我想時代力量跟民眾黨 你們不想一直做小的 不想一直做 被人家說是小綠或是什麼 小白或是什麼東西吧 自己也想做大黨 那同樣的國民黨 其實到現在還是台灣第一大黨 如果我們以地方政府來看的話 他還是台灣第一大黨 可是國民黨還沒有拿出 真正的戰鬥力出來 比如說像卓伯元說 現在希望往這個方向奮鬥很好 可是問題是怎麼奮鬥 怎麼奮鬥 你要怎麼去突破民進黨的枷鎖 眼前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現在台灣已經死了六百多個人 那這六百多人 像我剛剛講的 家屬可能直接被法醫打回票 法醫理都不理你 那我們也都知道 只要你過了法醫這一關 你家屬沒有想到要提出異議 或是就沒了 而且台灣現在絕大多數都是火化 火化之後就一了白了什麼證據都沒有 你就不會有任何證據留下來 你想告都告不成 所以我覺得在野黨 尤其是國民黨 是不是應該要馬上成立一個協助家屬的 基金會或是委員會 協助他們去討公道 協助他們去探究死因 不管怎麼樣 我不是說一定要指控哪個疫苗有問題 或是怎麼樣 不是的 我要的是第一個讓家屬安心 第二個也讓全民安心 因為台灣還有一半的人沒打疫苗 一半多的人沒打疫苗 這一些也會心中非常忐忑不安 那在野黨如果不在這一些 全民在乎的點上積極發揮你們的作用 那就是有不斷的被弱化 不斷的被消失 最近有個民調顯示 民眾厭惡民進黨的程度是加深的 可是討厭國民黨的程度也加深了 因為他不喜歡民黨 但他也不喜歡國民黨 是 所以我覺得這對在野黨來講 是一個嚴重的警訊 如果沒有辦法趕快扭轉這種氛圍的話 對 可能很多人越來越討厭民進黨 可是他剩下的黨他更不喜歡 那到最後還是民進黨執政 只要民進黨執政一天 我老實講這些坐姦半科的 這些草姦人命的 這些胡作非為的 永遠不會受到制裁 他們不受到制裁 台灣就只有向下沉淪 只有走向末路 其實民進黨現在不斷在朝那個 威權體制的做派那種風格 邁進 可是他們叫民主進步的 沒有 就是在這種事實上就是很退步 而且已經退步到連他自己的黨員支持者 像是王世堅這樣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都在罵 或者是像游盈龍 他之前還是曾經要民進黨徵召 他要去代表他參選花蓮縣縣長的人 都受不了大罵混蛋這種事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民進黨現在在高位的人 從蔡英文的不當搭專機 去拜訪海董的這種完全特權 而且如果我們真的想想看 如果把蔡英文換成馬英九 那是不是馬英九在任的時候 根本要被媒體 輿論各方面 幾乎要臨時處死了 可是蔡英文為什麼沒事 這個就說明說民進黨 他為什麼一定要把中天拔掉 一定要用NCC 這個完全不當的去護航媒體 把媒體的這個言論 變成挺綠一言堂 其實剛才有一個討論說 為什麼大家那麼討厭民進黨 可是對國民黨沒有支持 你整個輿論環境是這樣 你完全放任了70%到80%以上 親綠的媒體 不去罵現在的執政黨 整天只會去罵國民黨 那受他蠱惑的 受他們洗腦的 這些年輕人民眾看電視的人 他自然而然的 他雖然實際感受上對民進黨 把疫苗處理成這樣子 把疫情處理成這樣 他實際的感受他對民進黨很厭惡 可是他同時受到親綠媒體的 有意識的造假詆毀 用盡各種方法 就是要把你國民黨的形象 踩到腳底下 然後讓國民黨毫無反手的餘地 那大家當然自然而然的 仍然討厭國民黨 那他這一招做法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保政權 民進黨他作為一個 要保住權力的操作權力的集團 他們是非常有技巧 非常武功 非常深厚的 他就是有辦法說他自己做得多爛 他自己做得多麼不堪 甚至就像蘇貞昌官威做得多麼大 蔡英文多麼的搞特權 而且還不惜地去幫高端做產品代言人 等等的途徑 他們只要一件事情 只要繼續讓民眾討厭國民黨 討厭國民黨的人 多過討厭民進黨的人 他控制輿論 控制媒體 控制網路 那他的政權就保住了 好 他就成功了 這就是他今天打的算盤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中天被這樣惡整 那後面會不會有公正媒體出來 不會啊 大家金若寒蟬 這個兔死湖杯 都會往綠的靠攏 那他控制的這些部分 他就是等於做得再爛 也在保住他的政權 一杯 憶多 一杯 -今後就趕緊 -今後就趕緊 -今後 NOT -今後就好 -今後就讓他 超